要來教花 教花 對 我們蘇軒都有一些植物 要教花好 北區九家蘇軒小志工齊聚一堂 最遠的從基隆來 哥哥和弟弟都以做小志工為榮 我課了一句話 叫花梨瓜梨 小志工以後就學到 別人幫你做事或給你東西 就有幫助到你 就要跟別人說謝謝 謝謝你幫我 像我們從基隆過來這個三個 在遠我都願意陪他們過來這樣 因為他們很想要參與這個蘇軒的工作 或是其他實際的工作 教導禮儀示範生活規矩 在蘇軒裡小志工們要做好榜樣 張馨化從小一開始做志工 現在高一了 最大的收穫是自己 在蘇軒這個環境下 因為蘇軒的環境可以讓人放鬆 放慢放下 所以我也學著讓自己的脾氣 慢慢改變 在良善的環境長大 不論品德還是學業 都能夠有正向的發展 蘇軒在不在 在 大愛新聞之上 美志工陳敬惠 丁茂生 台北報導